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和克里斯一起反对誓言 但是最终的结果 确实他已经签订了誓言协议 并且告诉克里斯 自己的一个朋友 因为反对誓言游行 现在已经消失了 克里斯对于同事的叙述 一点都不相信 周二 克里斯的弟弟帕特 带着自己的亲女朋友 艾比也来了 尴尬的一面出现 克里斯把现任女友 叫成了前任女友的名字 和艾比交流之后 克里斯对他十分的有意见 感觉他一点都不适合自己的弟弟 克里斯还是不断的关注着 有关誓言的一切新闻 和妻子商量之后 每天固定时间来看 但是在家中不能讨论 只为了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感恩节 周三 克里斯的姐姐艾丽丝和克拉克到来 克拉克身体不适 一直都躺在卧室 不能出门 克里斯与母亲的女儿出去购物室 和街上的一个暴徒大骂 回到家被自己的妻子说叫 周四感恩节的到来 克里斯一大早都在准备感恩节的食物 在放入烤鸡后 偷偷的去卧室观看新闻 和妻子达成协议 只能够看十分钟 而且一个字都不提 晚饭过程中 克里斯和艾比 由于对一个明星意见的不同 两个人在餐桌上爆粗口 克里斯收到国民保护组织 殴打人的事件之后 内心的愤怒彻底爆发了出来 帕特认为 这些人被殴打和逮捕 都是因为违法 克里斯却认为 这就是政府的一种逼迫行为 就因为这些人反对事业 两个人的观点彻底相反 克里斯骂自己的弟弟 顺带着也骂了自己的姐姐和父母 因为他们都签署了事业 凯看到克里斯已经失控 大喊一声 告诉克里斯 其实他也签订了事业 克里斯看到 妻子背叛了自己 端着自己的盘子和红酒 去车上继续听新闻 两个国民保护组织人员的到来 让克里斯更加的愤怒 说是克里斯阻碍他人签订协议 并且认为眼前的人 根本就不配警察的身份 大个头暴躁的对克里斯动手 克里斯父亲看到儿子被打 就把另一个警察打晕 场面失控 大个头掏出枪来 最终被克里斯绑了起来 一家人开始想处理的方法 并且不能够伤害家人 在这期间 那个亚裔美国人警官 很是乐意和平解决 毕竟嘛 双方都有错 但是大个头却是各种威胁 对克里斯的家人 也造成了二次伤害 怕他的鼻子被打破 凯的手臂被烫伤 而且大个头还说 只要他活着 就不会放过他们一家 包括他们的孩子 克里斯最终决定杀了大个头 以免以后对家人造成伤害 克里斯最终下不去手 直到一个男子的闯入 让他们都看新闻 总统离职 誓言作废 大家这才意识到 他们的错误决定 大个头也并是前嫌 最终都是和平解决问题 并且告诉克里斯 他拥有一个幸福的大家庭 美国又恢复了和平 大家应该团结一息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喜欢就关注我们哦